在2015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魔物梁》的相伴日常 它有着观众最喜欢的劲爆剧情 男主后宫多到离谱 而且男的对象全都不是正经人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动画到底讲了什么 在解说开始前 我必须先讲一下这个动画的设定 否则动画一开始出现的红素针会让观众吓一跳的 美女蛇精竟将男主缠住 她在动画被称为《魔物梁》 魔物种族一直存活在地球 但之前都被藏匿起来 三年前政府颁布了《异族间交流法》 一种族和人类可以一同生活 为了让两族之间和睦相处 所以国家便派出了一种族间交流协调员 莫须将内蛇族的留学生米娅 安排到了男主的家里寄宿 作为魔物 她早就受到了很多不公的对待 她在第一天来到男主家 就被男主温柔以待 让米娅对其一见钟情 为了米娅做得舒适 男主把家到处都改大了 米娅还是辩温动物 每天早成员必须裹紧男主升温 所以才会出现故事开头的一幕 她乐情伺候地想要向男主贡献出身体 但她的下半蛇身 总是雷得男主要窒息 为此男主只能摸到米娅的尾部 这时她就会全身无力而解开 过来 许仙当年会爱上白素人不是没有道理 可男主却偏偏跟许仙一样 即便米娅诱惑再大 她也绝对不可以对米娅产生感情 按照法律 米娅的出现是为了文化交流 如果发生感情发生关系 那么可能就会演变成种族事故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小聪明会说 底下恋就行了呗 但是随之都有可能会出现的 插方小姐姐梦虚让男主根本是不敢有任何想法 而由于魔物娘不能私自外出 因为一次意外 他们躲到一家情侣宾馆 什么事情都没做 就瞬间被爆破了 还有最后解释清楚 没有被逮捕 但这天一大早 男主就被鸟族的帕皮给抓走了 因为规定不能单独外出 所以帕皮就随便抓个人来陪她买冰淇淋 可是她手里握不住冰淇淋掉了 男主便为她吃自己的冰棒 可最后还是吃得满脸脏 结果帕皮直接脱光衣服 在喷泉里洗澡 还想让男主一起洗 感到的米亚出一大发 和帕皮打了起来 这时有个小女孩挂的树上下不来了 于是为了邀功 米亚上树要救她 结果把小孩给吓掉下来了 幸好帕皮奋力一飞救下了她 而男主则接住了帕皮 之后牧区来了 她把帕皮也塞到男主家寄宿 帕皮很是喜欢男主 第二天男主出门 被半人马族的萨利亚撞飞 半人马族的传统是自己寻找主人 所以萨利亚把她第一个撞到了男主 当作了主人 也寄宿到了男主家里 这时有个强包犯路过 于是正义感超强的萨利亚 带上了男主去追她 最后要追上时 男主不小心撕破了萨利亚的衣服 导致萨利亚害羞撞墙 强包犯剪得萨利亚的剑 要砍萨利亚时 本男主用身体接了一剑 不过惊险之余并无大碍 萨利亚因此对她一见倾心 总之就是各种白给 后来有一天莫须到男主家宣布 现在推出了 人类与一族结婚的测试法律 本男主对男主 撑得你死我后的三男更是蠢蠢欲动 当业员之夜 弥亚先从大门闯路 想要亲近男主 最后怕皮衣直接破窗恶路 也想要亲近男主 都来了两个 还会缺第三个吗 所以三男充分显露本心 一番对男主的争夺战后 以男主浑身试伤为结束 看到这我算是明白了 只要有需要角色受伤的场面 就一定是男主 为了三男爱心 男主宣布以结婚为前提 而三男开始交往 注意是三人 这里的男主担了法律的漏洞 虽然结婚可以三选一 但是没说谈恋爱 也要三选一 更很快男主需要面临的问题 不是三选一 而是四选一 因为这天家里又来了一位 人型的史奈姆 他急需水而出现在了男主家 怕皮很喜欢他 给他去名叫小卵 可是米亚和萨莉亚担心 他会伤害男主 便想要将他交给墨须 怕皮听到后 就在小卵逃出家 去跟小孩子玩 男主追了出去 小卵不仅跟孩子玩得很开心 还舍命相救了一位 即将被撞的孩子 在小卵因此要掉下小河的时候 男主接住了他 经过了这一天的相处 男主知道小卵的无害和善良 决心也留他在家 而觉得小卵对于争夺战 没啥威胁的米亚和萨莉亚 也同意了小卵的留下 这天默许突然安排了一堆人 把男主家改装出了一个大游泳池 米亚三人担心小卵暴露会被抓走 就带着他逃到了一个公园 可突然才想起 他们必须由男主陪同出行 于是四人只要躲在树林中 躲避治安人员的巡逻 男主发现魔物粮们都不在 只要出去寻找 而我发现只要男主出门 就必定会有咽喻发生 果然这次外出 救下了一位因轮椅 杀不住车的人与美诺 而他也对男主有了好感 男主一如既往的受伤 一如既往的包容 一如既往的带着妹子回家 走丢了魔物粮也都找回来了 而且默许还将美诺 带到男主家寄宿 加地新建的泳池 也是为他准备的 看到新加入的美诺 米娅着急坏了 绝对来了一位很强劲的对手 他用各种手段 在男主面前刷存在感 但是都没啥用 美诺一直穿着泳衣 于是米娅也却穿了泳衣 在美诺拉男主进水里的时候 米娅也不管不顾地跳了进去 在水里太冷了 对蛇猪的他来说 很是致命 利急 强硬地动不了 幸好细心的男主救了他 奇怪的是 原来作为人鱼的他很是喜欢人鱼故事 传说中有为人鱼爱上了王子 为此他变成了人类想要给王子死守 结果最终没有得到爱情 而化为泡沫的故事 这个故事也引导了美诺 喜欢矮而不得的爱情 所以他并不打算抢夺男主 只想当男主的情人 哇哦 米娅知道美诺的想法后 同意他当男主的出为对象 还和他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米娅一心想要做好家务 来表明会当好男主新娘的决心 但是他主犯真的糟糕 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伤了 这天他又正好到了褪皮的时候 米娅没有手可以去褪皮 躲在房里伤心 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细心的男主发现后 温柔的要帮他褪皮 褪皮对米娅来说 每一片都是他的敏感区 双方都很害羞地完成了褪皮 为了感谢 米娅做了黑暗料理 独捣了男主 反正一切受伤的事情 就是男主承担就对了 很乖帕皮也有问题了 他突然焦虚了说 他要下蛋呢 这是家里来了一位自称是导演的维索男 他说为了增进人类跟异族之间的交流 希望能拍下各位异族的生活 为了增进友好交流 大家都同意了 但是这维索男只是一心的 想要拍下米娅他们的私房照 第一句话总是问 穿的胖子没有 还想要走 米娅推的皮和帕皮 下的蛋去卖钱 这一切都通过了有读心术的小卵 传达给了大家 于是男主重拳出击 打爆了他 而维索男会变成这样后色 除了自己心里变态以外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家里有一只 蜘蛛魔物粮拉克 拉克的身份有些凄惨 因为被自己原寄宿家庭抛弃 钻手卖给了这个维索男 拉克对男人的好感几乎没有 他在解决掉维索男后就抓走了男主 他看到男主家里有五个魔物粮 他那位男主应该是跟维索男都是人渣 可是对他百般调戏 男主都无动于衷 甚至男主还觉得拉克一点都不可怕 了解情况的默议 在赶拿后立马就把拉克也寄送到男主家 拉克的出现差点把这个家都给拆了 男主也多次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塞雷亚内心不安 担心他对男主不善 作为高贵人的骂主 塞雷亚又自我催眠 不能一冒去人 当夜拉克却又夜行男主被塞雷亚发现 他再也无法淡定地带着男主逃出了家里 其实他对男主也有很强的战犹豫 但平常只能装了一本正经 毕竟他是高贵人的骂主 说不好听点就是傲娇 可不曾想半路 俄人被一群无赖堵住 他们控制住了二人 想要对塞雷亚不轨 这时拉克突然出场用撕把无赖都给裹了起来 接着拉克又调戏男主 一旁的塞雷亚终于说出真心话 讨厌他 而让塞雷亚说出真心话 宰在拉克的目的 知道这里的塞雷亚又突然接纳了拉克 毕竟这里的魔物梁 似乎都喜欢被英雄救美的感觉 不管这个英雄使男的是女的 都可以 只有一次小卵出去玩的时候 被大鱼困在了角落里 是男主找到了他 并把伞给他 第二天男主就感冒了 莫须不让米娅他们靠近他 因为害怕兰主的感冒会传染给一族 于是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 等不畏被感染的小卵照顾兰主 米娅私人教了小卵很多照顾兰主的办法 可小卵停止群人巴巴巴的 觉得还是自己读取兰主内心 想要干嘛碎之间 知道他可 便给他喝自己的奶水 把兰主治好了 小卵第一次对兰主说出 喜欢 就这样 所有魔物梁基本都被兰主给俘获了 于是 兰主的一举一动 都被他们给盯着 就连莫须和兰主去女仆咖啡厅聊天 米娅私人都怀疑恶人 是在约会而偷偷跟踪 美诺桥中打扮成女仆混进咖啡厅 所有由帕皮在漫展扮演人物 米娅和萨莉亚扮演卖冰淇淋的 一路上兰主都没有人处他们 莫须和兰主一直鬼鬼祟祟的走岸庆处 最后直接去了情侣宾馆 被拉克跟踪到了 结果宾馆里还有莫须的四位特工 拉克和米娅的头盔一下子就被抓到了 这时莫须在解释 是因为男主收到了跟谁结婚 我都会宰了你的恐吓心 所以莫须就想和男主假装约会 把饭人给引出来 可这一天下来都没有进展 所以莫须又请米娅他们跟男主约会 首先是米娅跟男主约会 美诺在一旁住宫 在那去到水族馆 期间美诺打断了恶人的结吻 还在水族馆上演了人鱼表演 把男主看得是浴火焚身 起了一旁的米娅直接离场 可米娅却碰到了一个龙人 他温柔地邀请米娅出去游船 在船上龙人挑拨了一件 米娅和男主的关系 最后龙人蛋白 他想要独占米娅 所以讨厌男主 在龙人想要侵犯米娅时 男主开着船冲了过来 救走了米娅 这时龙人追了上岸 不小心被男主拔了衣服 于是男主才知道 龙人是母的 而且只是想要跟米娅交朋友 恐吓心也不是他写的 所以男主还要继续寻找 写恐吓心的凶兽 之后男主开始陆续 跟五个魔物梁约会 还跟默许安排的 江士娜 真奈子 T.O等人约会 而对待这些 不是寄养的魔物梁 男主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 一直到半晚 三人终于抓到了写恐吓心的 能请的就是他们的同伴多贝尔 他的目的只是 希望有个人 可以跟男主有个结果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些魔物梁遇到男主后 就像被驯服了一样 个个都失去了思考能力 而恐吓心有两封 第二封并不是他写的 回家的路上 男主捡到了一位 掉了头的奇怪女性 拉拉回家 未弄了男主 立马出去给他找脑袋 最后找到了脑袋 拉拉自从死神 还指出了男主 就是冰死之人 当即米娅他们 就带着男主逃走 然而莽撞的他们 一路上的男主 又冰死了无数回 米娅到最后都哭着 要和男主一起死了 才发现 其实是拉拉的恶作剧 他并不是什么死神 只是一个想当死神的中恶兵 最后拉拉也住在了男主家 家里住了太多人了 男主已经没有什么钱 给买食物了 这天 男主带美娅他们 去街上采购 结果 美娅他们都很受怀疑 商贩送了好多菜给他们 男主 还跟着小卵去森林地 采了好多的菜 当晚 男主开心地做了丰盛的晚餐 结果莫须都被了他们以来的 今天拿到所有食物 又吃光了 男主争抽食 莫须才告诉他 可以找他报销 一族的生活费 所以说之前观众都在后期 男主这个不用工作 就可以养这么多个魔物粮 是不是家里有矿 而不管有没有矿 就说莫须最后这句话 男主 可能还想再多养几个魔物粮 百八十个不算多 千万一个 也可以 这是一部特别无厘头的后攻翻 每个魔物粮都有着不同的性格 而且观看这部动画 完全不需要脑子 画面绝对是满满福利 保证 让观众看得是小脸一红 不过不建议在很多的地方观看 虽然麦能情节挺多的 可是这个演习的设定 还是让观众没太多的反感 俗道的搞笑后攻翻套路 套路在这离谱的设定上 还是会觉得很新奇 但是有很多人对蜘蛛 蛇等魔物可能无法接受 所以观看原片 还是要慎重 最后我想问各位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魔物粮多一点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人域比较好 毕竟这个类型接触比较多 反正我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史莱姆小卵 这个造型 真的很难将它当成魔物粮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改的九星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